几位民众围着关心穿红衣的女童 她迷路了 独自走在屏東街头 有两个路口了 看她自己走两个路口 想说越走越远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女童边哭边走 引起民众关心报警 想要问清楚她的住处 却因为年纪小 根本问不出个所以然 妹妹走到住哪边 你爷家 你爷家的路是什么 袁锦鱼是将她带回派出所 就在半途中 女童指着一栋大楼表示 那是她家 到那个管理室那边的时候 她就说我家住在这边 阿金通知带上去那个房间的时候 找寻父母亲 可是按了门里没有人回应 原本在外寻找四岁女儿的母亲 接到通知赶来派出所 开心的报警女儿 也为了自己的大意感到抱歉 当时在逛街的时候 人潮比较多 一时疏忽 放手的小女生 跟她就分离了 母亲逛街 弄丢女儿 还好民众热心 和远景帮忙 让女童能够平安返家 记者林安平 新闻评论报道 她们已经拍了 我们就沉舟